一張張照片讓家長心在堂寫 自己的寶貝女兒 手腕手指頭甚至連指甲 都是紅腫瘀青 父母怎麼也想不到 送小孩去安親班 竟然遭受嚴酷體罰 小朋友多天沒有寫作業 所以老師可能就有體罰他 原來是小孩已經兩週沒交作業 雖然有口頭警告 但還是沒有補齊 缺課也還沒有補 老師頓時情緒失控 不僅連續修理小孩 還因為在氣頭上 沒有注意到手已經紅腫 繼續體罰 等到下課時才發現問題 雖然有做插藥和冰敷處理 驚覺下手太重 但為時已晚 我跟老師要去跟家長道歉 我有很大的責任 應該要立刻去關心這件事情 要補習班 針對這個老師的部分 一定就立刻會解困 恐怖體罰也發生在嘉義阿里山鄉 同樣疑似未交作業 竟然遭到班導以棍棒體罰 打了雙手和背部嚴重瘀青 棍棒的痕跡更是觸目驚心 被打的男童嚇到不敢上學 起床就會說頭痛肚子痛 甚至還會吐好幾次 心靈很痛啊 因為看到孩子的傷子說真的覺得 怎麼這麼嚴重 據瞭解該名導師疑似有申請 情緒不穩的證明 也讓男童母親質疑 為何還要帶學生 更不能拿來當作打小孩的藉口 正視一下可以生去的孩子 可以像外面的小朋友 可以用完善的對待 孩子都是父母的心頭肉 體罰到皮開肉戰 家長除了心疼 還有滿腔的怒火 記得廖文斌猴果文 盧俊傑陳正茂 雲林嘉義報導 請問一下